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哈囉 各位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晚上的捷克直播 今天是 中華民國113年的10月10號 也就是 今天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喔 那今天要講的主題當然就是國慶日相關的嘛 因為今天這個 雙十國慶 那 大家都 眾所期待也眾所關注賴清德的這個國慶演說啊 那賴清德國慶演說的內容 到底是怎麼樣 那是不是會把他的這個祖國論再發揚光大啊 然後怎麼樣再再更進一步 那 呃 我今天就是 我 因為我白天 我白天早上的時候我有去國慶的現場嘛 然後我有去現場去看 那我一直是待到賴清德演講完我也差不多 在他走之後我就走了啊 那我自己有 就是有稍微講解一下賴清德國慶演說的這個內容 那我今今晚我就再更深度分析一下就是 到底這個賴清德這個 國慶演說 是 他還有什麼深意在裡面啊 那他真實的目的是什麼啊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賴清德的這個國慶演說一定是有 一定是也有其他的評論員或者媒體人啊 會 我今天白天就講一定會有很多 媒體 或其他的評論或側翼或怎麼樣啊或親賴清德的啊 覺得 賴清德這個演說好 團結的全台灣顧到各方面的聲音啊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啊 其他的媒體人是怎麼評賴清德這一次的國慶演說 那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我先 看完人家看吧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我是怎麼看賴清德的這個國慶演說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 來 這個賴清德國慶演說的重點啊 這個名嘴黃偉翰說 是往中華民國靠 來 我們來看 黃偉翰分析 賴清德上任之後的第1次國慶演說 除了民生經濟社福議題外 牽涉兩岸國族的認同的重點 他可以 歸納成8個重點 他承認中華民國113年的歷史 第二他牢記中華民國75年前守住台澎金馬抵抗中共 第三他珍惜45年前的美麗島事件 第4 美麗島事件是民主自由奮鬥 民進黨精神 第4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欲俗 好來 第5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澎金馬2300萬人 第6直接稱呼對岸是中國 界定兩岸是不同的國家 我們是中華民國 第7對內競爭對外團結 國家利益高於政黨 政黨利益不能凌駕人民 這廢話 這種絕對正確的廢話 第8不管中華民國台灣或中華民國台灣 都是我們國家的名稱 兩岸和平對等台灣民主自由 黃偉漢認為賴清德國慶談話內容 與自己過去的問數分析完全一致 當某些人還陷在祖國論前 又一天為民進黨擔心該怎麼面對獨派的時候呢 賴清德與蔡英文早就引阻來 走來落實中華民國台灣路線 大幅度往中華民國靠 根本沒有不提建國已經113年的問題 好 黃偉漢也探 美中不足之處是賴清德希望團結 但台灣顯然尚未團結 身為總統 團結台灣則污旁貸 這是賴清德接下來4年甚至8年 必須努力去做的事情 我今天為什麼 Cue這整篇 關於這個 媒體人黃偉漢的觀點 是因為我覺得 這樣的這個解讀 非常非常的經典 這也就是賴清德 他想要傳遞給外界的訊息 那黃偉漢都幫賴清德 講出來 就是說 賴清德的這個國慶演說 基本上就是他把中華民國也包在裡面了 那個 民進黨精神 自由民主 全部包在裡面了 然後 也強調了 兩國互不隸屬 怎麼樣 就是 他要全台灣團結起來 他要團結全台灣 這就是賴清德他想要 傳遞出去的 不管你是 台灣派 還是中華民國派 還是中華民國台灣派 全部團結起來 我們不分彼此 好 團結是賴清德的這個用意 他甚至連中華民國113年都講 但是呢 團結在什麼 之下 團結在賴清德的領導之下 那 賴清德的這個領導是說 我們要 就是說賴清德扛的這個旗幟是什麼 賴清德扛的這個旗幟是 中華民國台灣 台灣還是中華民國 他這個旗幟其實 他 呼嚨了 他把這個國家的這個旗幟 先 和在一起 全部 參作殺尿牛丸 把大家全部包起來 你就先團結在我賴清德的這個領導 領導下 好不好 就是 也不是說往中華民國靠 他是把中華民國這個 提出來 就跟中華民國派講 我有 care到你們 我有 我有 身為中華民國總統 我其實是在乎中華民國的 我尊重中華民國歷史的 所以他要團結中華民國派 那當然他也提到這個 古寧頭823 還提到美麗島 基本上就是把台灣藍綠 都包了 那 重點就是 他要維護全體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我今天白天講到了 他團結了這個全台灣各個 各個顏色 各個意識形態的 都要團結在賴清德之下 幹嘛呢 去六十他的 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強化國防 跟民主國家肩並肩 共同發揮嚇阻力量 靠實力確保和平 讓世世代代能安生立命 也就是我今天瞎的標傲 賴清德 他要團結 全台灣2300萬人 一起 抗中保台 就是團結在賴清德的麾下 一起抗中保台 他當然就講 中華民國 已經在台灣 落地生根 你無權代表台灣 這些話都是正確的 在台灣來講絕對正確 所以 賴清德就是講 我們要守護尊嚴 我們維護國家主權決心不變 維護台海 和平穩定的現狀努力不 不變 無論喜歡稱呼我們的國家是 中華民國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台灣 我們都有這樣子的信念 就維護我們的主權 維護我們的國家 怎麼維護 就是賴清德的這個什麼 和平四大什麼什麼什麼方案的 就是 講白了啦 就是靠 靠 武裝 靠 靠什麼什麼 增強自己的實力來嚇阻對方 嚇阻解放軍 嚇阻全球第二大軍 軍事強國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兩岸一邊一國 我靠我靠實力來嚇阻你 我靠實力來嚇阻你 大家一起團結起來 我們一起 抗中保台 講白了就是這樣啦 所以就是說 呃這個 這個 明嘴啊 媒體人黃偉翰的這個重點 講的就是說 沒錯啦 賴清德的確是要團結起來 那 那 當然他覺得 賴清德希望團結 但台灣尚未團結 那台灣團結起來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 其實 賴清德當然他是希望 台灣團結嘛 但是團結是抗中保台 所以對台灣來講 到底團結是重要的 還是路線是重要的 就是你團結起來 去一起去走這一條 抗中保台的這個路 是對的嗎 那也就是今天不管 呃 藍的也好 白的也好 你們一定要看清楚 就是說賴清德的這個目的啊 好 那他 把所有的人 都照顧到 感覺都顧到大家的聲音 但其實核心點 是要落實貫徹他的理念 也就是抗中保台的理念 包括他 上任以來推動了一系列的 那麼潛艦國造 一推就推七艘 什麼 增強什麼 增加 兵役的期限 EUE的期限延長到一年 40萬這個民兵啊 要支援這個 全民國防 然後他成立了這個委員會 甚至還把黑熊學院給納進這個什麼 民防系統裡面 接下來就要編預算了 這些都是賴清德的這個 規劃 他就是要團結起來 走他的這條路 那 走 走抗中保台這條路 賴清德心裡面是不是真的覺得抗中保台是真的可以 真的 我先不論他心裡面怎麼覺得 但是我必須講 賴清德走抗中保台這條路 那 那 對於他的選舉 甚至對於他的執政的利益分費是有利的 因為他走什麼全民國防40萬民兵 這個東西編制下來要編多少預算下去 那又多少 又可以發多少標案 是不是 然後又講了什麼40萬民兵的這些組織 選舉都變成他的條卡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對賴清德選舉上絕對有利的 而且他又有團結全台灣的美名 那 他就是 很多很多 人就會覺得 對啊 台灣就是不團結 我們要團結 包括這個 呃 韋漢哥也是覺得台灣問題就不團結 今天面對中國大陸 台灣的問題不是團結不團結 台灣問題是路線 請問團結全台灣團結在賴清德的領導下一起抗中保台 這是我們要走的路嗎 啊這是我們要走的路嗎 如果我們真的走這條路 中華民國還能有幾年 好啦來再來啊就是說 賴清德還有一個用處啊 就是他他其實他的這個選舉考量是很重的 就是他 借著這個團結全台灣的知名啊 為了他的這個路線背書啊 他的這個路線就是 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強化國防民主國家兼兵兼發揮嚇阻力量靠實力確保和平啊 他借著這個團結全台灣什麼中華民國派台灣派啊全台灣的這個民意啊 落實他的這個方案 這本身當然是對他自己的選舉有利 也對鞏固他的這個 既得利益團體有利 因為他可以編預算 運用他就有明目可以 花錢的嘛 蔡英文不是用明目編什麼前站預算 8800億 那賴清德也要找一個目目目標啊 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大家都團結了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就要編預算 就要花錢 那就開始啊 黑熊學院就賺錢了 零日攻擊也賺錢了 大概就是這樣 而且喔 賴清德這樣呼籲團結 不管台灣派中華民國派還是什麼 我都講中華民國113年了 大家不管是什麼 什麼稱呼我們自己的國家 台灣還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也113年了 我是總統嘛 我想 團結全台灣難道不好嗎 那可能有很多藍營傻傻就覺得 對啊我們樂見其成啦 樂見你個頭啦 賴清德所有的盤算都是選舉盤算 為什麼 我們來看看今天這個賴清德 喊的這個 反正他的這個國慶的講稿 中國大陸外交部怎麼回應的 他說什麼變著花樣賣台獨謬論 毛寧在例子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他說 賴清德的演講蓄意割裂兩岸 歷史連結 戶不歷屬堅持主權等論調是 變花樣販賣台獨謬論 再次曝露其 名玩不化的台獨立場 為謀取 政治 私利 不惜推高台海緊張 局勢的顯惡用心 我先不講這個毛寧講的有沒有道理 但是我就講他的內容 他說什麼反正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blablabla 這後面基本上就是 放錄音帶了 他都會強調 也就是說 對於賴清德今天的講 講法 中國大陸 外交部的回應是 再次 曝露其 名玩不化的 台獨立場 為謀取 政治私利 不惜推高台海 局勢 緊張的 險惡用心 賴清德他都已經講 好 賴清德其實算得很精的 他都講 113年前 一群充滿理想 報復的人 揭竿起 推翻帝制 創立了民有 民智 冥想的 民主共和國 是不是 那 這樣子 他都已經這樣了 往中華民國這邊 靠攏了 還75年前的 古銀頭戰役 66年前的 823戰役 我都講了 然後 我都要團結全台灣了 不管是中華民國 還是中華民國 還是台灣 還是怎麼樣 我都團結全台灣了 結果 中國大陸外交部 還是講 我台獨 那這就 剛好呼應了 賴清德在選舉前的 這個講法 他在這個 辯論會場上 跟侯友宜 跟柯文哲說 你們老說我台獨 其實 在中國大陸的眼裡 你們都是台獨 我們都是台獨 在台灣 只有統促黨 才不是台獨 對不對 所以 哎呀 你們 免了吧 你們省了吧 我們都是一起的啦 哎呀 你什麼藍的 什麼綠的 大家都 台獨啦 難道你要像統促黨一樣嗎 只有統促黨才不是台獨喔 好 好 那賴清德的這個講法 配上他今天的這個 國慶演說 再 搭配上中國大陸外交部的回應 剛好落實了賴清德這個說法 你看 我講的沒錯吧 是不是 你還講 我台獨 你也台獨 你們大家都台獨 在中國大陸的眼裡 你看這些網路上小粉紅的眼裡 我們全台灣都是台獨啦 大家都團結在 我賴清德的領導下 一起來 我的這個和平四大行動支柱方案 反正就這樣 一起來 抗鬆保台吧 這就是賴清德要的 他可以在選舉上面 做這樣的操作 選票上面對他來講是有利的 那在這個他的統治上面 就是他在任期裡面 他要推動 他藉著這個名義 什麼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來推動這個 兵預算 然後推動他的施政 也是有幫助的 所以 這個就是賴清德他主要的用心 從選舉考量 從 施政上考量 他完全沒有要解決 兩岸的問題 兩岸的問題 怎麼解決 兩岸的問題 怎麼面對 完全不在賴清德的考量裡面 因為 我不相信他如此的施心風 他覺得 抗中可以保台 可以解決兩岸之間的問題 沒有要解決問題 他要解決的是 台灣內部的政敵 就是這樣 他要解決的是他施政上面對的難題 也就是 他藉著 團結全台灣民意的這個 這個 輿論氛圍 他可以推他的和平 行動 什麼四大支柱 什麼方案的 全民國防 這樣 繼續編一個類似前瞻預算 幾千幾百億的那種 然後來推動他的施政 然後呢 在內部 他可以 打你們這些 反對者的嘴 藍贏的 白贏的 都一樣 別說我台獨了 我已經喊中華民國了 對在中共的眼裡 在小粉紅的眼裡 你們都是台獨 都一樣 還是 我這條路最穩 你要跟什麼中國大陸談 什麼和平協議 我拒絕和平協議 跟中國大陸 只有我們 只有加強自己的實力 才能夠捍衛自己 這種講法 在只要在戰爭還沒打之前 聽起來都非常非常勇敢 而且在 在選舉上面都非常非常的有 渲染力 跟吸引力 吸引選民投票 因為他會覺得你 很勇 大家喜歡很勇的 所以賴清德的這個考量 我再講一次 他就是選舉考量 他藉著他這個國慶演說 那中國大陸 他的這個外交部 或國台辦 反正他的這個 這個政府部門 他一定會這樣回應的 我不知道 可不可以說賴清德 設了這個局 讓中國大陸 外交部 或國台辦 來跳進去 或者是中國大陸國台辦 知道你賴清德 設局 但是 I don't I don't care 我根本不關心 反正 你賴清德講什麼 根本不在我的考量內 我要講什麼 我就是固定會這樣回答 那這個可能是賴清德算好的 所以他就是 講他的這個 國慶演講稿 他知道中國大陸會這樣回應 那剛好可以給他套進去 就是說 大家都台獨了 難道你要當統促黨 所以 全台灣 一起 不分黨派 不分你我 不分彼此 就好像黃偉翰說的 一起團結起來吧 團結起來 重點團結起來要幹嘛 和平什麼 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一起團結起來 抗中 保台 只有 抗中 加強我們自己的實力 才能維護我們自己的和平 至於什麼 九二共識啊 什麼那種東西 什麼和平協議 那種東西 想都不要想 推都不要推 談都不要談 試想 如果 以後 賴清德 在推動之下 台灣這邊的內部 對於兩岸互動 主流的聲音 就是賴清德 這個和平 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那不管在 賴清德施政上 他無往不利 在以後的選舉上 藍的跟白的 你們都 別選了 因為你比 對抗 你比不贏 民進黨的 在選舉上 你要 你如果路線 是比對抗 你怎麼贏得了 民進黨 所以我今天說 藍的 尤其是藍贏 你們一定要 看得懂 賴清德在 這個葫蘆裡 賣什麼膏藥 他賣的就是 就是 就是借著這個團結之名 來洗你們的選票 洗你們這個 就是給他打台獨 然後恐懼 我台獨 你們也台獨 然後順便 沾 這個什麼什麼 吃一下中華民國的豆腐 洗你們的選票 好 那他下次選舉就可以 更多票 你一定要跟賴清德做出市場區隔 要怎麼做出市場區隔呢 你一定要把 就是說賴清德的這個 方法 他帶領台灣 捍衛主權 維護兩岸和平的這個方式 跟你藍的跟白的 方式是不一樣 藍的跟 藍的跟綠的 藍綠之間 現在對於什麼 國家認同 對於什麼 目標 基本上 都沒 沒兩樣了 大家都是維護維持現狀 維護和平 維護主權 維護自由 已經沒兩樣了啦 你如果要訴求團結 你贏不了賴清德的 藍的不要一起跟賴清德去那裡 跳進去跟他一起比訴求團結 他是總統 你團結你就被他團過去 你要的是要跟他在 方法上面 做市場區隔 你要跟他講 我們是九二共識 我們用我們的這個方式 跟中國大陸這個叫 擱置爭議 求同存異 來維護兩岸之間的這個和平 因為中國大陸 他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全球第二大軍事強國 GDP是我們的22倍 軍事支出是我們的14倍 你抗個屁股啊 有什麼好抗的 你怎麼抗得贏 那你只有用方法論 來跟他來 做市場區隔 挑戰他 什麼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是行不通的 這樣子是 會給台灣帶入戰爭的 不然你如果 順著賴清德的脈絡 跟他一起團結起來 團結起來 你就被團走了 真的 別傻了 真的別傻了 好啦 來 這個就是我今天講的這個 賴清德的國慶演說 他主要講的這個內容 好 OK 希望這個 藍的跟白的能夠看清楚 然後不要傻傻的跟他跳進去玩 好 來要扣印的到這個Discord扣印等候區 要扣印的到Discord扣印等候區 來 驚訝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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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加入